这个是上一次用过的这个东西要把它弄掉 我来我来 这边很容易清洗的倒一下就很干净了 就不用再用水了 主要这个是这个东西要保证它的热度要在那个里面 然后这如果不热的话放在这个上面 不热的话放在这个上面把它关起来 按一杯水的温度它走一点点水 它里面的温度就上去就热了 稍微热了以后还是像刚刚那样的温度拿下来 这里面就应该是很干净的 擦一下就好 这里面要干 因为一会儿要放咖啡粉 咖啡粉的粗细和亮度都已经调整好了 在这边不用动了 这个就放进去了以后 推一下 然后就得轻轻地拍一下 让它火可以下去 这个上面也轻轻地拍一下 让它那个咖啡会下去 不用那个 不用再往前按 它到时候就会好 你应该这边加个麦 然后它差不多就是出来 就是倒这么多的粉料是适中的 放上去放平 然后轻轻地转一下 也不用太大往下的压力 因为它这个东西就本来就很重 往下的压力 然后这样的话 它基本上就边上就会持平了 持平以后呢 再把这个东西放上去 20公斤的力气往下压 一边压的时候一边稍微转一下 这样的话它就平衡了 然后稍微抹一下 这个一圈边上不能有粉 因为这个是直接跟这个上面接触的 放上去把它开到这个中间 这个位置 那就好 把这个杯子放上去 开一个 这个按钮 是两个 Double Double的那个量 两杯咖啡的量 它这个指针 它这个指针 听这个声音和看这个指针 指针上去了以后到这个中间 是压粉压得很好 然后它里面出来的那个流速 也是差不多这个样子 它是压粉的量是比较好的 大概在25秒钟的时候 就整个 整个这个过 整个这个出咖啡的过程 应该是25秒钟左右 然后这样的话它就是 上面就比较creamy 它那个上面那一层叫creamy 油 对油脂 它现在油脂多到 连下面的咖啡都看不到 是的 这就好是吧 好的好的咖啡 打好了以后 直接马上放到这个上面来 因为这个上面是热的 可以摸一下这个是温的 放到这个上面来 这样的话这个咖啡就是保持温度了 然后这个毛巾要湿一下水 湿一下水因为 这喷过 打过蒸汽了以后 这个要马上要擦 湿一下水把这个打开 这开罐有点紧 打开了以后不能马上用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 那个蒸汽不是成型的 在清道里面咯噔咯噔了以后 现在还没有咯噔咯噔 这个杯子要用冷水洗 冷水洗好了以后 咖啡放奶的量放到这个湖嘴的下面 咯噔咯噔了是这个声音了 你来放一下 放到这个湖嘴 湖嘴的这个下面 就这个小饺子 这个小小饺子下面 然后现在开始看它那个正常了 正常了以后把这个关一下 关一下 把这个赶快放进去 赶快打开 这样的话它就是它那个蒸汽会暂时停一下 马上又开 要不然的话 要不然的话 它那个里面的泡泡就会太多 然后这个时候呢 就看那个角度 角度放在 角度放在牛奶的表面上面 把这个湖嘴可以靠在这个 靠在这个地方 这样的话你手可以把握一点 然后它的角度 正好在牛奶的上面 正好在牛奶的上面 它吹气的时候 可以把那个泡泡吹进去 是的 然后呢 它吹到什么时候结束呢 就吹到手摸到那个底面的时候 正好是和人体的温度差不多 就开始有点温温了 嗯 有点温了 开始有点温温了 然后就往上抬那么一点点 就看这么一点点 就这一点点动作 看到没有 嗯 就是从刚刚这个地方 往上抬那么 就这么一点点 嗯 然后让它那个嘴 管子全进到 进到那个牛奶里面 就没有呲呲呲的声音 没有呲呲的声音 然后呢 它又在牛奶里面 又在打发 继续打 就把那个泡打发 嗯 然后现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基本上保持不动了 保持不动了 一直到大概 嗯 就是到你手摸不上去为止 现在还是 现在还是可以 就是比较温的 哦 就是一直到 一直到手摸不上去为止 摸不上去的温度 大概就已经是65 70度左右 这个时间大概有一分钟时间吧 整个时间 你再摸一下看 哦烫了 烫了 然后你但是 但是还能摸得上去 爸爸 差不多你摸上去了 哎 烫了 烫了 摸不上去了 对 然后你就把这个关掉 关掉以后 等一下拿出来 要不然呢它里面有那个气 拿出来以后 这个速度要快 开一下 把这个要清洗一下 要不然的话这个管子上面 粘的就洗不干净了 也要热的洗 热的洗 而且这个要用湿的洗 然后这个速度比较快 下来了以后 稍微摇一下 要不然的话 它很容易分层 谢谢你帮我把它拿下来 分层 然后现在就 这两个东西 现在什么都做好了 现在就是看这个倒奶的技术了 这些糖没放 我自己不用放糖 我不要玩 我不要玩 不要玩吧 哦 你给我玩 哎 你不要玩 嗯很好 哎呦 橘色的 谢谢啊 不客气